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繼續要來看到的 就是有關於嚴家的爭議的部分 現在要請教這個文傑議員的事 雖然這個嚴家都說 跟這個電子有一場無關 但是問題是這個關係圖 三端四端就能看去嚴寬橫家 而且另外除了剛才我們講到 這兩家電子遊艺場之外 現在又被爆出有另外一家在龍井的 在龍井的這一家遊艺場 負責人是誰 是嚴寬橫服務處的前秘書 這個部分嚴寬橫他昨天 針對記者媒體的朋友的問答 他的回應是說 這個部分只要不違法 我們都不會過問 我想請教一下議員 如果你在請秘書的時候 他們家在開啥 你都完全不會去過問 弄完整不知道嗎 請教議員 我覺得這個如果這些電子遊艺場 他是有執照的話 他確實是不違法 因為電子遊艺場 這是當年有發過一批執照 那這些執照這個經過多年下來 他可能有轉手 關於什麼樣 但是只要他不違法 他確實是沒有違法 但是我要問的是就是說 嚴寬橫跟這些電子遊艺場的關係 其實根本我你這樣一般人一看就知道了 他絕對不是那麼單純 不是說我只是把土地租給你而已 就是說 譬如說其中有一家電子遊艺場的老闆 是嚴寬橫的投資公司的監察人 是這監察人是很清楚的啦 就是說我任何一個 今天的這個要開公司 我做董事長 我找監察人 監察人理論上是要來監察我的帳目 但是許多公司的董事長 他會找這個我自己最好的兄弟 自己最好的朋友 讓他做監察人 然後他就不會來監察我 這個是臺灣社會一般運作的常態 所以這個監察人可能可能很可能 就是我公司本身就是一個很很重要的股東或partner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嚴寬橫他們的 其實他們家族從事的生意 你從這一段連續的過程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很明確的嘛 就是地方派系會在做的生意 譬如說這個沙石 瀝青 土地 土地重化 然後這個電子的地方 像我們說電動臺 電動大概就是這些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一個很綿密的一個企業網絡 企業網絡 那這個當然就是嚴加在控制的這樣的一個企業網絡 所以我覺得這些就是說 對對一般人來說 看起來好像是不違法 但是實際上我們大家心裡都知道說 他們家在那邊到底是充斥什麼樣的什麼樣的生意 所以我覺得還好真的是像像按照好委員這樣這樣講 就是說全全臺灣只有他們在選 這樣我們才能夠比較清楚的看到說 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當然就是說作為臺北市議員 我們在臺北市選舉 真的跟中南部選舉不太一樣 譬如說如果他今天這種這種請客的這個規模 在臺北市大概早就已經釣打局來過了 因為我們在臺北市 如果我想這個請揮諸議員也很清楚 如果我們在臺北市請這種規模的這個炒米粉 那釣打局已經來過了 我們在臺北市的炒米粉 你最多就是炒米粉 就是一個貢丸湯 你不會說讓大家吃到吃到飽 那什麼臘腸啊什麼什麼什麼 幾乎什麼菜都有 什麼什麼菜都有了 那在這個這個是不是說 在臺中或是中二選區是特有的 還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臺中市的警察局 我覺得他們是沒有做到 他們應該做的本分 也就是說我們不是我們在這邊炒 而是你們臺中市的警察局 或是地檢署或調查局 你們要去查嗎 你們要去查嗎 那譬如說我再舉一個例子 一零五號碼頭這個事情 嚴寬然是用他的這個立委的質詢權 跟預算權是逼這個交通部 把這這塊碼頭釋出來給他們經營 那這個顯然就是嚴重是土利自己的家 家族 在臺北市我們發生過一個案例 就是賴素如議員 他曾經這個因為雙子星的問題 他在議會利用質詢權幫某一家公司 在這個涉及他們的利益 用質詢權 結果他現在被判刑七年 被判刑七年 你說我們立法院最近那個什麼 須永明 蘇正清 或是這個陳超明 他們也是利用質詢權 或是去開公聽會 被檢方這個收押 收押蠻長一段時間 雖然現在還沒起訴 所以為什麼事情發生在臺北的時候 標準就特別嚴 發生在臺中 甚至中二的時候 好像幾乎都沒有什麼標準 所以我覺得是建 我只建議這樣就是說 建議臺中的地檢署 跟臺中的飼料處 跟臺中的警察局 麻煩你們也用以下 臺北市的標準 去處理這些問題 好不好 一零五號碼頭的事情 你麻煩你們參照一下 臺北市賴素如議員的這個案例 你們去看一看 人家是怎麼做的 那包括說這個 這種規模的這種炒米粉宴 你看看我們臺北市是怎麼 怎麼調查的 我們臺北市曾經有不少 不少議員或是立委選舉人 他們因為請客吃飯 也是被偵查了很久 所以我覺得全國的標準要一樣 全國標準要一樣 那我再我再講一下 就是說我認為顏寬恆 他們家族或是顏家這樣 就是說他們其實不是一般的國民黨 我記得我們年輕的時候 二十幾歲的時候 那個時候李登輝當總統 那個時候國民黨裡面 有一股很強的 所謂在批判李登輝黑金 說那那個時候的黑金的代表是誰 大概就是林明義 顏清彪家族 然後傅學鵬 然後這個伍澤元等等這些 那些人就是那些人 就被認為說是李登輝 扶植的臺灣黑金勢力 所以國民黨裡面有一股 有一股什麼 有一股力量 或是新國民黨連線 或是怎麼樣 要把他們清出去 結果現在這些人 或是說顏家 到現在還是被這個朱立倫 捧在首長心上 其實我覺得他們的他們的性質跟其實跟這個臺北的國民黨其實不太一樣的 但是現在你為了要執政要拿回政權等於是你就擁抱他們 你過了二十幾年以後 你還是去擁抱他們 我記得以前K他們最兇的應該是所謂以趙少康為首的那個新國民黨連線或是新黨 但是現在全力幫他們服選的反而又是這些人 所以這個歷史真的蠻奇怪的 這個除了顏寬騰需要受到大家檢視之外 現在大家也在看 因為昨天在台北市登場了這個雙城論壇 視訊論壇到底有沒有什麼實質的效益 柯市長堅持要辦 結果人家上海市長在中國那一端 致詞的時候直接強調 這個兩岸同胞都是中國人 柯市長聽到有什麼樣的反應呢 他只回應媒體說 那你難道要叫我去更改上海市長的稿子嗎 好 這就是柯市長的回應 我們稍後回來 一直來看